其實有很多人 表面上抗中寶台 私底下新台幣 人民幣兩分通吃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最近鼎鼎大名的 翁達瑞本名陳馳粉 最近他到處惹人 而是群眾生有 被人家告毀謀 被國民黨 被時代力量 被民眾黨 同時被三個在野黨 輪流在不到三個月內 連續被告上三次 應該是空前絕後吧 好 我們談到其實有很多人呢 表面上抗中寶台 可是呢私底下卻 新台幣人民幣兩邊通吃 今天要介紹的呢 就是最近鼎鼎大名的翁達瑞 就是本名陳時分 以前沒有什麼人會惹他 也沒什麼人敢惹他 因為他在網路上的一天到晚發文 而且很兇 然後一開始呢 我根本不認得他是誰 他就鎖定我 沒事盯著我 那一會兒說呢什麼 反正他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一會兒講過什麼 我的那個 因為我的email下面有一些那種 電子簽章的那種那種落款 那我的這個署名的時候是 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 前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 那英文翻譯呢就是 De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那這個 這個陳時分呢就就很好事 沒事出來講說 喔你看我膨脹自己的這個地位 Dean 不是所長 應該是director 好那你知道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校長 也是director 那那不是更膨脹嗎 所以所以這個這個陳時分啊 我就覺得他這個書讀的也不是很多了 那可是好發議論 可是沒辦法 那也OK 我覺得好發議論也是基本人權之一 但是你不能造假 那最近呢 好啦他到處惹人 而且無中生有 被人家告這個誹謗 被三個黨告誹謗 被國民黨 被時代力量 被民眾黨啊 這樣的人可能在 台灣歷史上 應該是空前絕後吧 同時被三個在野黨 輪流在不到三個月內 連續被告上三次 被告了以後他還嗆說你來啊 你這個告訴狀是無法送達的 好那我們就來考驗一下台灣 中華民國的法院能不能送達 那當然可以送達了 送達之後呢 你不回來就就就比照那個街頭藝人 就是通緝你啊通緝 然後對這個全國發布通緝令 我就來看嘛 我就來看一模一樣的誹謗案 那當事人人在美國 好可是我比你厲害的 我比你我比你更守法的是 我準備程序庭 至少開過一次 我的律師也至少開過一次 所以我來看看你這個陳時分 你要怎麼樣來應對你的三張船票 好那你知道人怕出名豬怕肥嗎 你陳時分如果你真的很有本事 你真的這麼抗中寶臺 你真的這麼愛台這麼有節操 這麼不屑這個中國 那應該你就是一張白紙 哎結果沒有 網路上呢就有很多柯南去搜 你不但愛台灣 你不但愛台幣你還愛人民幣 愛台幣呢就是你曾經當過這個國家的玉山學者 那玉山學者是什麽呢 通常就是那種國際間啊 已經望重視靈到要不是接近諾貝爾獎水準 要不然就是已經到了國際該領域 已經是那種化罪的那種程度 那種大師級的人 才會花這麽多的錢請你來台灣 花多少錢呢 一個玉山學者啊 大概要五百萬左右 好就是包你吃住 請你回來給個講座 講座最短的 最短的有三天的 有五六天的 五百萬 然後給你一個計劃 可能是一年的 所以一般的人是不可能得到的 哎我們這個翁達瑞 陳時分 不知道是這個齊約的合約啊 就是你要順便兼1450 還是他投桃報李 就這個拿了五百萬以後就當1450 好台幣賺完之後呢 哎繼續 不只賺台幣還賺人民幣 按理說啊陳時分 你這麽抗中保台 你這麽英粉 你到處嗆這個中天啊 然後嗆這個時代力量啊 嗆這個民眾黨啊 嗆這個呃呃呃呃呃呃這個 反正就是你到處創到處嗆于政王的律師 唉我看你應該是那種深律中的深律嘛對不對 而且你自己號稱自己是深律 唉那 怎麽賺人民幣不落人后好來福爾摩斯在網路上查到了一堆東西 我們首先來看 這裡呢我們找到了一份 這個研討會 通知而且是貴賓級的來 中國專業學位教學案例中心第十期教學案例 培訓會通知 聽起來好像這個頭型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我們再往下看 為進一步推進案例教學整體發展 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 不是台灣教育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聯合全國會計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 定於 2016年7月22號到23號 舉辦 中國專業學位教學案例中心第十期案例教學與 寫作培訓會 相關事宜通知如下主辦單位教育部 教育部辦的 你怎麼沒有說漢賊不兩例 你怎麼沒有說 這個台獨份子 不懈賺人民幣 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 全國會計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 承辦單位 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哇你撈得真開 會議內容 來了 邀請加拿大 西安大略大學 議委商學院 陳時奮教授 嘿 掌聲鼓勵鼓勵 陳時奮教授 講授 案例教學與案例寫作方法 你看喔 他是西安大略大學 Ontario Ontario 就是翁達瑞 是這樣子翻來啊 他自己也承認了 這個 西安大略大學呢 全文英文名字是加拿大的 叫做 Western University 我查了一下 因為我才書學前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什麼學校沒聽過 你看 這是全球呢 排名 276名的大學 商學院排名294名 這是什麼概念呢 我畢業的 Wisconsin Madison 全世界排名58 Reputation 聲望排名35 台灣大學呢 全球排名 192 那這個Ontario Western University 就是這個 陳時奮 翁達瑞的學校呢 排名將近300 我覺得這種學校 全世界看起來 應該排在2.5流啦 可以給授予1.5個博士學位的那一類的 差不多2.5流的學校 不好意思說人家三流啦 至少人家排個將近300名嘛 所以差不多2.5流的學校 好 你看這麼大張旗鼓 歡迎誰呢 安大略 歐偉商學院的陳時奮教授 時間2016年的7月22號到7月23號 所以沒有多久嘛 不是在那個反攻大陸 也不是那個1949年最近嘛 對不對 最近也是一天到晚在高唱台獨的那個同時嘛對不對 高唱台獨是很好啊我覺得這是你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對 可是 你這麼抗中保台 去跑到 中國去 參加這個 教人家這個案例教學寫作方法 如果按照1450的邏輯你這不是資匪嗎 你這不是把這個 這個幫助共匪嗎 對不對 這不是817和1450的邏輯嗎 好我們再來看看 這會議地點在哪裡呢 在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哈爾濱市鄉訪區木材街59號 報到地點是 哈爾濱永泰喜來登酒店 我高級的地方 好那麼 參與的對象有誰呢 本次培訓針對具有一定案例教學 與研發基礎的教師 為了保證 培訓質量 規模限120人 哇這個大師來親自啊 優先考慮中國專業學位教育保證 NPACC案例的優秀作者 跟入庫案例的作者 那麼會議 不收 會費 與會人員交通費自助費 住宿費自理 請呢所在單位給予支持 再來 好所以呢就請大家呢在2016年6月30號以前回郵寄 好那麼 這個有一些聯絡人 OK 大張旗鼓在哈爾濱的永泰喜來登辦的這場研討會 還附上了陳時芬教授簡介 會議回職參考交通路線圖 我看了一下陳時芬的簡介 我認為啊這個Western University應該是一個 就是應該是一個那種 公立的社區大學之類的 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 陳時芬沒有什麼太多的著作 publication 沒有 沒什麼了不起的publication 那 呃我可以大膽的判斷 他的英文一定不好 啊 那 呃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從他指教我的一些東西上 我會感覺到這個人英文一定不好 可能口語表達能力更差 大概什麼程度呢應該是跟 呃應該是他力挺的那個 屍呱呱 差不多屍呼嚨那個程度 啊 所以這個學校他會是一個 這個 西安大略大學 Western University 的 義偉商學院的什麼知名的教授 我表示相當的懷疑啦 我只能說這種人喔 我在美國看多了 就是 在美國混一個學校教書 然後回台灣騙台幣 去中國騙人民幣 這種人就是 趁著大家都搞不太清楚的狀況下 兩邊撈 好 那我們還看到 這一次的研討會成功 他的這個研討會的結果呢 也就都有放在網路上 成功舉辦 那麼 這是在北京市海定區中關村大街 59號中國人民大學 民商樓1001 嗯好像還有另外一場是不是 好這個 呃 當天呢 呃邀請了就是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 義偉商學院的陳時奮教授主講 好 當天 欸還不錯喔灌溉雲集喔 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 張啟文教授 主持了會議 那麼 東北農業大學副校長 王澤芳致歡迎詞 啊 並向出席培訓會的陳時奮教授 跟與會的專家學者表示感謝 與熱誠歡迎 王澤芳校長 檢要介紹東北農業大學跟經濟管理學院的概況 同時呢 還說這個 榮幸能夠請到陳時奮教授 在課堂中獲得案例教學的智慧跟方向 為深深學子照亮求學的前路 有趣了 我不知道陳時奮有沒有站起來唱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 我確定你沒有在這個研討會當中講述你的台獨歷程 這個我很確定 如果你有講的話那我還真的佩服你要給你按讚 另外副校長王澤芳呢 還致詞歡迎 同時 還有 全國會計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的秘書長王化成 還有教育部的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綜合處處長曹洪波 分別進行的案例演講 那麼王化成秘書長致詞曹洪波處長也致詞 開幕以後 好了我們來看看大家的評價怎麼樣 陳時奮教授開始了本次精彩的授課 陳時奮教授首先以故事 冬天的橡樹為例 和現場的專家老師展開互動 通過故事主人公的情緒變化 形象的解釋案例教學的優勢 好 聽說這個冬天的橡樹 這個陳時奮 在學校不要講了 快500遍 有人 這個 聽過他的課我輾轉打聽了 評價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 因為 每個人不一樣嘛 對每個人評價 可能不同 有人會覺得他教實在太爛 那可能這樣講他也不公平 因為可能某一個人覺得他講得很好 好 那麼 陳時奮跟王化成呢 有一個現場研討的教學體會 陳時奮教授呢還以這個 華德迪斯尼的 日圓融資案 跟杭州新娘禮服的案例 展示了案例教學的準備過程 還有授課技巧跟 教學效果 其實陳時奔教授最強的東西是什麼 最強的東西是當網軍 他應該教如何匿名 做政府的網軍 我跟你講這堂課絕對 會比他現在講著什麼 迪士尼融資啊 或者杭州新娘 我相信在中國 中國政府應該很希望知道如何匿名 可以在網路上呢 當網軍 而且被揭穿以後還死不承認 打死不承認 從兩年前被我們揭穿到今天 被告上法庭 被法官認證之後呢 才扭扭捏捏的出來 好 最後呢還說陳時奔教授針對 這個與會教師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解答 並且強調了案例教學的重要性 那這一次呢有來自全國六十多所的高等院校 一百三十名專家教授參加了培訓 好這一次的培訓 最後呢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不是最後一支 大會圓滿成功 這是陳時奔在 2016年7月份 到中國哈爾濱 還到了北京 去參加了他們的這個中國專業學位 教學案例中心 第十期案例的教學與寫作培訓會 我不知道陳時奔 有沒有寫說他是這個 出生於台灣 還是 寫了一個我來自於中國台灣省 這個我想 慢慢了解自然會知道 不過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種呢到台灣的時候一副大意凜然 領台灣的玉山講玉山學者 這個獎學金 然後就開始大肆的這個抹紅別人抹黑別人 然後所有只要對這個蔡英文蔡同學 指教的人都會被他毫不留情的指教用各種方法來抹黑抹紅 今天終於貼到鐵板了 時代力量民眾黨國民黨 三黨候選人齊發 告陳時奔誹謗 那這樣的人應該非常愛台灣才對呀 應該很不屑到中國 要不就是很不屑領人民幣 要不是更不屑就是說 到那邊去講學 去教別人什麼東西 對不對 如果這個東西 放在 國民黨或統促黨身上 那不是叫資匪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